有的汽车被掀翻 在水面上载幅载沉 一座桥梁甚至被洪水冲破倒塌 还有铁路遭到冲断 导致列车停驶 河南一对母女搭电梯 遇到暴雨涌入 景象相当吓人 霓皇河水暴涨奔流 把铁路老旧桥梁冲断 正在巡查的公务车坠 两人受伤 附近道路也断源惨病 陕西暴京市早遇连日暴雨 事迹挤水成河至少20几辆车被冲走 有车被掀翻露出两个车轮在水面上 滚滚泥流选至大半夜 灌进地下停车场 泥沙堆积达一公尺深 车主哭喊车库变水库 铁路被洪水冲断 导致部分列车停驶 如果你们要跟我们折返 回到乌鲁木齐的话 所有票都是可以退的 河南也遭遇恐怖洪水 掏空陆基 整个路面瞬间被吞噬 一对母女搭电梯 遇到暴雨涌入 甚至像瀑布一样倾斜而下 电梯没反应 然后灯就直接关了 一个小时差不多 就是我跟我妈在里边扒开的 有男子开车遇到暴雨 车子熄火 他警报路数 嘴里紧咬手机 眼看就要灭定 幸好靠定位系统求救 捡回一命 河南从重度干旱 到特大暴雨极端天气侵袭 农民也哭惨 农作物全毁了 南韩则连续两天 抢下200年一遇的极限暴雨 河川暴涨泛滥沉灾 不过却传出 北韩在未经通报 南韩的情况下 自行打开临津江上游 打坝水门泄洪 使下游处南韩 河段水位上升 加速水位下游